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截止到今天 4月7号早上6点 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136万1千多人 死亡是75,989人 其中前天入院治疗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昨天被送入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深切治疗 目前由外相兰涛文代理他的职务 民主国家是这样 那么极权国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谁可以接过职务呢 相比较各国通报的数字 中共通报的这个数字 每天只有微微的变动 而且当局把新增患者 全部是规矩到境外的输入上 与同时北京努力在塑造一种 援助大国的形象 频频向外输出各种医疗物资 但是中国商品实在不争气 卖给西方国家的商品太多的产次品 屡屡被曝光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中共病毒的数字 依然居高不下 仍然是处于上升趋势 三天前刚刚突破了100万 三天后已经超出了36万多 直奔140万 比较前一天 昨天新增的感染病例是60304例 死亡新增4626例 美国的疫情仍然是最严重 确诊的病例是368498人 死亡超过了11000例 昨天白宫应对中共病毒工作组成员 布雷特、吉洛尔海军上将 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 本周是入院的高峰 ICU的高峰也是死亡高峰期 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死亡 病例是发生在纽约 州长库默表示 有初步的迹象显示 纽约州的疫情正在趋于平缓 但是他也警告人们 不要放松警惕 不要过于乐观 川普昨天推文 说曙光就在隧道的尽头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尼尔福克森教授估计 英国的疫情可能在7到10天内 进入到平台期 英国首相约翰逊 昨天下午出现了病情恶化 被转入到重症监护室 唐宁杰表示 目前由外交大臣兰涛文 代行首相职责 约翰逊的状况 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仅是论这个医疗条件 作为一国首相 他应该享受到 更好的医疗照护 但是约翰逊的病情 仍然在恶化 有英国媒体报道 约翰逊已经使用了呼吸机 但是目前意识仍然清楚 就是说 这个病毒不分长幼尊卑 谁都有可能被病毒感染 那这就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习近平发生这样的意外 谁会接替他的职位呢 香港《经济日报》 预见到了这个问题 英国是自由民主国家 约翰逊可以指定 外交大臣兰涛文代理职务 但是极权的共产国家 如果党政首长出现染病 会怎么办呢 先说国家主席一指 按照宪法规定 这个职务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 如果国家主席缺位 那么将由副主席继任 现在副主席是王岐山 那如果正副主席同时缺位 将由全国人大补选 补选前由人大委员长 暂代这个主席职位 现任的人大委员长是栗战书 但是我们知道 中共一党独裁 党政军三权一身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中共总书记没有副职 中共的党章没有这一项 也没有规定总书记的代理事宜 不过有两个先例是可以参考的 一个是时政中共政治局常委的 王明在向中发被捕以后 代理了总书记一指 另一个就是时政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 在胡耀邦辞职以后代理总书记 但是大家知道 中共内部的争权夺利非常严重 谁上谁下争得很厉害 因为谁上台都会影响很大 直接影响到各派系的利益纷争 甚至会威胁到身家性命 就是说按照宪法规定和先例是这样 但可能到时候会出现变化 如果中共树倒胡孙散 各派系趁势皆干而起 各自为政 那很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局面 因为现在的疫情仍然很严重 所以香港媒体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事实上大陆的疫情也的确让人不放心 昨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专家杨炯表示 从近期普查的资料来看 武汉无症状感染者占0.15%到0.3% 也就是大约1万到2万人 就是说武汉仍然疫情是很危险的 当地居民披露 当局已经把武昌、红山等这些发现疫情的小区 从5疫情小区当中给撤掉了 武汉居民王树里对自由家族表示 现在无症状患者抬头 全武汉市都大为震动 很多地方越来越紧 近来社区都要刷健康码 证件查得很严厉 不过即使这样 武汉明天也要解封 再有几个小时 从当地时间0点开始 封禁了76天的武汉将恢复对外交通 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表示 武汉解除封禁对全国疫情防控大局 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他也表示 解除封禁 也给武汉疫情防控整体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 王忠林表示 管控措施解除绝不意味着防控疫情工作的放松 在做好公共场所防控和多个部门的 无缝衔接同时 继续强化小区的封闭管理 他说 居民非必要出行 尽量不出门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排查工作 对进出小区的人员仍然要 严格落实身份必问 信息必录 体温必测 口罩必戴的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继续年期开学 具体开学时间经过评估之后的确定 说了半天 这个解封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说白了武汉解封 真正解封的并不是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的出入还是要受到限制 武汉解封其实解的是什么 出入湖北武汉的这个封 就是说在外围解除对武汉的封锁 但实际武汉市区并没有放松 很可能还是有很多戴红袖章 穿红马甲的人驻守在各个小区的入口 网友表示 红马甲依旧做他们的团购生意 红袖章还是要赚取跑腿飞 想出去还是该贿赂谁贿赂谁 否则就开打然后110派出所 用民间一句俏皮话来说 武汉的这种解封就是在坟头烧报纸 糊弄糊弄事 这也反映着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并没有像当局公布的数字那么好看 武汉当局不敢掉以轻心 如果单从数字上来看 中国的疫情已经趋于平缓了 连续多天新增确诊病例都是两位数 甚至是个位数 而且死亡数字基本上不动了 但是中国的疫情真的像数字一样 那么令人乐观吗 昨天网友发来一张西华社客户端的截图 上面显示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说 北京很有可能较长时间处于疫情防控状态 仅从字面理解 可以看出北京的疫情情况并不轻松 北京是防控措施最严格的 甚至不允许湖北人进京 连到湖北出差的那些人都不允许返回本京 这个措施就在反映着一个情况 全国各地 特别是湖北的疫情 很可能仍然很重 昨天另外有两位网友爆料说 广州三元里小区疫情加重了 群组对话截图中显示 当地新闻已经播了 三元里摇台地区一级紧急响应 很可能一口气超过美国 三元里是广州的一处黑人密集居住的地方 包括一些非洲的商人还有黑人非法移民 网友说那边可能要建方舱 有几十万黑人全部中招 大概30万黑人 网友还特别指出 上星期在广州咬户时的那个黑人 就是三元里那边的 网友还说军警都过去了 全部挨家挨户的排查 目前军医院开始在中医药学院 清空操场和宿舍遣返学生 将整个大学所有的房间都腾出来 随时准备建方舱医院 大陆媒体《第一财经》也证实 摇台片区确实已经执行 严格违避管理 当地街道办的官员表示 什么时候结束 要看疫情发展情况再做调整 网友指出 30万病患 流出去几百个人的话 广东都保不住 其实像三元里这样的情况 全国已经不少了 只是地方当局为了保住三菱的光环 都在压着 只要没到不可收拾 他们就不会说出真实情况 而且还会给外界塑造虚假形象 今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消失了31天之后 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终于真人露面了 在例行记者会上 他回应了日本记者的病毒源头问题 说这是科学问题 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 他表示在推特上的内容 是对美国政客污名化中国的反应 还说大一当前 美中应该一道相向而行加强合作 对赵战狼的这套解释 相信大家都会呵呵了 分明他是先向美国甩锅 造谣美军传播病毒 现在反过来说美国污名中国化 不过中共的撒谎向来不打草稿 张嘴就来 而他说病毒源头是科学问题 要听取专业意见的这个说法 我们早前在中共驻美大使 崔天凯的嘴里也听说过 赵战狼这么说明显是变调了 前天崔天凯又发生了 他在纽约时报专门说 在最困难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朋友给了我们慰藉和帮助 其中很多是美国人 很多是纽约人 我始终相信 我和无数人喜爱的纽约能挺得住熬过去 我相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崔天凯这篇有人情味的文章 与中共战狼部频繁批评美国的声音相比 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事评论唐靖远分析 中共最近的表现 已经让世界都看到了他的虚伪和丑陋 北京先是故意地让病毒扩散 等到病毒肆虐全球 各国自顾不暇的时候 他再把自己伪装成原住国 这么做的目的 是让国际社会对他产生好感 进而借输出这个医疗物资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他向美国强硬的帅锅 其实也是他的计划的一步 但是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中共伪装的再好 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唐靖远指出 中共的伪善 不仅被西方各国看透 纷纷对他斥责 就连他的一些朋友 包括伊朗 巴基斯坦 巴西等等 也都公开指责他 这是北京完全没有料到的 现在整个世界几乎形成了一个反共联盟 都在反对中共的口罩外交 抗议外交 这种情况下 北京可能意识到 这又是一次策略失误 战狼改口很可能 北京要调整方向了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视节目部分 在今天的会员区 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下 被病毒逼迫在家的人们 可能会有一些次生灾害出现 然后也会分享一位大陆 从事导游的女生的来信 她讲述了自己的一些遭遇 那好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